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活逼得得了抑郁症 成了一个生子工具 从她三十岁结婚 到五十六岁成为皇后 这二十六年来 她从一个神采飞扬 自以潇洒的现代职业女性 变成了一个双眼无光 压抑疲惫的后宫妇人 可谓悲惨 为什么会这样呢 按说 她的丈夫爱她 她的婆婆体谅她 皇家又不缺钱 她们家是高官家庭 她这悲惨的经历真的说明了一个道理 即使是嫁给爱情 即使婆媳关系融洽 但是如果嫁错了方向 依然不会幸福 雅子的父亲是外交官 所以她先后在日本 俄罗斯 美国生活 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 通常兴趣广泛 雅子也是如此 棒球 网球 骑马等户外活动都是她的爱好 除此之外 她的语言天赋极高 除了会说日语 俄语 英语 德语 法语也非常熟练 18岁的时候 雅子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 受她父亲的影响 她的梦想是成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官 所以哈佛大学毕业后 23岁的雅子就回日本参加了外交官资格考试 并且通过了考试 从雅子的出身和自身能力来看 这无疑是个天之骄子 职业前景非常广阔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因为出色的语言能力 她为日本高官做翻译 按照她这个路子走不下去 不难想象她外交官的梦想 很快就可以实现 这时的雅子可能没想到 自己已经设定好的人生轨迹 却因一场宴会彻底发生了改变 23岁的雅子 在一次宴会上遇见了皇太子德仁 两人虽然只有很短的交谈 但是德仁对她一见钟情 于是开始了疯狂的追求 德仁跟朋友登山打球 参加派对舞会的时候 都会叫上雅子 雅子虽然进入皇太子的社交圈 但在她看来 德仁不过是个有身份的朋友 也就仅此而已 但是德仁的心思并不是这样 她是越跟雅子相处 就越喜欢雅子 她的这股爱意很快就转化成了行动 在这年年底 德仁让她的天皇父亲 邀请雅子一家到皇宫做客 并且安排了两人的第一次独处 两人从认识到这一步 仅仅只过了三个月 德仁此举意味着什么 不言而喻 此时专门为皇太子选妃的宫内厅行动了起来 宫内厅的人都是日本的皇祖华祖 他们对太子妃的要求非常苛刻 首先一个就是出身 除了德仁的母亲美智子 以往的太子妃都是华祖皇祖出身 这背后代表的是各种利益纠葛 在这些人眼中 雅子不过是个平民 美智子当上太子妃 当初让这些人恨得牙痒痒 现在再来一个平民 他们肯定是不愿意的 再者太子妃要贤良舒德 要温和顺从 雅子从小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对宫内厅的人来说 他显得太自我 还有一堆的标准 比如不能比太子大 不能比太子高 身体要健康等等 显然雅子是比德仁高的 这也不符合要求 此外 宫内厅发现 雅子外祖父担任过社长的公司 曾对日本水源造成严重污染 他们认为 雅子的出身不清白 反正不管怎么说 雅子不符合宫内厅的要求 就算雅子的父亲是外交官 他也不配做皇太子妃 尽管如此 德仁依旧对雅子痴情不已 依然约见雅子 很快媒体就发现了皇太子的心思 媒体对雅子一家狂轰乱炸 雅子更是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 此刻雅子对德仁的感情如何呢 他会做何选择呢 雅子拒绝了德仁 他选择离开日本 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 很显然 到目前来说 都是德仁一头热而已 两年后 雅子回国 在日本拜务省工作 主要负责日美的经济关系 这一年 雅子27岁 成为了日本最有前途的女拜教官 两年过去了 德仁对雅子的感情淡了吗 并没有 虽然雅子有男朋友 但德仁还是不死心 宫内厅安排的婚事一律拒绝 表明自己非雅子不娶 就这样又过了两年 德仁32岁 这个年龄还单身的太子 对皇室来说是非常大的了 但是德仁依旧宣称 自己非雅子不娶 德仁是皇太子 子私问题是大事 所以宫内厅举了白旗 于是 他们便开始想法子促成这门婚事 首先 他们对雅子的父亲进行了游说 经过三个月的时间 雅子的父亲放弃了反对的立场 表示 只要女儿同意 自己就没意见 接下来 就是要说服雅子 雅子先后被德仁约到皇宫多次 显然 雅子并没有被说服 之后 德仁干脆 当面跟雅子求婚 雅子虽然没有直接拒绝 但也差不多就是拒绝 她说 我晚点 会正式答复您 但答案 可以是不吗 后面 德仁多次打电话 催促雅子做决定 但是雅子 均匀 还需要考虑 一再拖延 接着 德仁再次当面求婚 这次 雅子还是没有同意 说要再考虑考虑 最后 德仁再次求婚 这一次 雅子同意了 雅子从外务省辞职 两次正式订婚 后面 两人结婚 三十岁的雅子 成了皇太子妃 从德仁对雅子一见钟情 到两人订婚 前后 一共用了七年时间 这一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 雅子对德仁是拒绝 拒绝 再拒绝 可是为什么又同意了呢 我们知道 雅子的职业生涯刚刚开始 起点很高 前途无量 有美智子皇后的前车之见 日本人人人知道 平民进王室 当王子妃 日子不好过 束缚太多 想必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雅子才一再拒绝 现在雅子又同意了 是因为爱情吗 不太可能 如果真的是两情相悦 怎么可能一直拒绝呢 雅子对德仁的感情感动更多 毕竟 皇太子对他弃而不舍追了七年 德仁还发誓会护他周全 再者就是因为压力了 他们家受到不少来自皇室的压力 真的让雅子动摇的是德仁承诺 让他做皇室的外交官 他可以作为皇太子妃 代表皇室跟各国维护关系 所以在他们订婚对外发言会上 雅子兴致勃勃地讲自己对未来的展望 以至于比德仁说的时间还长 日本的民众对此还是很期待的 他们想着雅子应该能给迂腐的日本皇室 带来一些改革 连西方的媒体都评价她是不驯服的王妃 现实如何呢 只能说刚进入皇室的雅子 还是很幸福的 除了她老公很爱她 她的平民婆婆美智子 因为当初备受羁押 所以对她很是关照 不但多次邀请雅子的父母到皇宫 还在婚礼上让雅子父母家人跟天皇同做正习 这些都是美智子从来没有过的 但是这种日子没过几天 宫内厅就出手了 首先因为订婚对发言的时间比太子长 她受到了斥责 宫内厅对她下了进口令 不得在没有受益的情况下私自发言 对一个外交官来说 这得有多难受 其次就像她婆婆美智子一样 她需要学习一整套严苛的规矩 她原来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要表现的符合标准 比如要站在太子身后三步的距离 要时刻保持微笑 要怎么做 怎么站 怎么说话 怎么吃饭 等等 我们要知道 当初美智子得知自己要学的东西 是愣给吓得昏过去的 再者 皇宫里伺候的人 都是有身份的人 那些人都是出自华族 皇族 都等着挑她的毛病 很快 雅子就意识到 什么皇室外交 都是骗人的 不要说外交 她连基本的自由都没有 身为皇太子妃 宫内厅不管你是哈佛牛津的高材生 更不管你会多过语言 曾是出色的外交官 他们只关心你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太子妃 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有没有生下继承人 当初她婆婆美智子 婚后就连着生了两个儿子 才在皇宫站稳脚跟 才有底气跟人奋力一争 如果雅子能尽快生个儿子 说不定她的困境就能有所缓解 然而雅子一直到结婚第六年才怀了第一胎 更悲惨的是 这一胎没有保住 流产了 舆论压力让她喘不过气来 最后 雅子在2001年12月1日 生下女儿进宫爱子内 这一年她38岁 但是她并不能母凭子贵 因为她的孩子是女儿 不是儿子 她的困境依旧 因为身心压力太大 2003年 雅子得了带状泡疹 适应障碍症 开始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 本来她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机会就少 此后更是干脆从公众事业消失了 但是只要她一天生不出儿子 她的困境就一天得不到缓解 困境不能缓解 精神就受折磨 这就是恶性循环 当初德仁说会护她周全 她做了什么 德仁提出要修改 皇室典范 希望女性也可以做天皇 只要通过 她的女儿就有了继承权 雅子的困境也就解了 后面这个问题被讨论了17次 最后达成共识 可以让女性当天皇 但是报告就要通过的关头 宫内听称 雅子的轴隶 季子又怀孕了 也就是说 如果季子能生个儿子 修改皇室典范这事儿 就被搁置起来 直到今天 这个皇室典范也没有修改成 因为季子真的生了个儿子 德仁天皇继位 五十六岁的雅子才熬成了皇后 举行了盛大的加冕仪式 在加冕典礼上更是激动落泪 适应障碍症不治而遇 虽然没有生出儿子 毕竟身份在哪里 不会有人在苛责她 雅子这么一个高学历 高智商 有才华 有能力 有优渥佳境 又有见识的女性 本来人生可以过得顺遂很多 幸福很多 只因为嫁到了日本皇室 可以说她已经过了27年的悲惨生活 这或许就是门不当 户不对的结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